第121集 后废帝刘裕 送后废帝档案 生族年公元463至公元477年 父母父亲是刘裕 后妃皇后江简归等 年号元徽 在位时间公元472至公元477年 是号吴 妙号吴 灵寝苍吾王墓 性格聪明顽劣 变态残暴 蔡东藩点评说 废帝玉淤而且暴 与子叶相似 其卑誓也亦相同 公元472年的4月 宋明帝刘裕病死 他年纪十岁的长子刘裕即位 是南朝宋的第八个皇帝 史称后废帝 在刘裕即位之前 他父亲已经为他做了精心安排 把对他有威胁的叔叔全部杀掉 任命楚渊 袁灿等为辅政大臣 但是 在刘裕死后 事情并没有按照他设计的那样发展 朝政实际 被阮店夫杨运长 王道龙等执掌 袁灿 楚温只是名义上的辅政大臣 刘裕的性情十分顽劣 即位之初 年仅十岁的他 尚有太后及朱大臣的制约 没有大肆游玩 再加上各地反叛不断 他也忙着到处救火 以巩固权力 在他即位的第二年 他的叔叔刘修范 就在江州起兵 叛变刘裕 当年他的父亲刘裕 把几个兄弟都杀掉 唯独没有杀刘修范 因为他认为刘修范 没有什么才能 不会威胁幼主 后来脱姑的时候 他还认刘修范为司空 但是当刘裕即位后 刘修范认为 他是皇帝的叔叔 应该入朝当宰府 最终却没有他的份 于是刘修范心生怨恨 决定起兵谋反 公元474年5月 刘修范大军 从江州顺流而下 直指建康 听到这个消息 朝廷一片骇然 最终 在齐王萧道成英勇抗击下 刘修范反叛失败 刘修范及其党羽 都被斩杀 平定了刘修范之后 刘裕认为天下太平了 于是便经常外出游玩 一开始 他的生母陈太妃 还会乘车跟在后面监督 时间一长 太妃也没有办法约束他了 刘修外出时 常常只带几个心腹 把跟随的大队 远远抛在后面 即位第四年 刘修无日不出 不是早出晚归 就是西出陈归 这时又发生了南徐州刺史 剑平王刘景肃造反事件 刘景肃是宋文帝第七个儿子 刘红的长子 在文帝的诸多子孙中 以浩学 简肃 礼劫士大夫而著称 当时他比刘裕年长 因刘裕浩游完 不理朝政 朝廷的一些大臣们 都有意立刘景肃为帝 不过在朝廷 也有一股势力 极力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刘裕的生母陈太妃 就极力反对 因为如果刘景肃一旦为帝 那么他们一家外戚的尊贵地位 也就不复存在 内庭中阮电夫 杨韵长等人也挖空心思 不让此事成真 因为在他们看来 年幼的刘裕在他们手中 可以随意控制 这样可以专权朝政 面对这些阻挠 刘景肃也在暗中做准备 他结交了一大批 有才能的人士 同时派人往健康打探消息 七月 刘景肃在京口起兵 但是这次的京口起兵 并不像多年前 他的曾祖父刘裕那样 以胜利而名扬天下 很快就被朝廷的大军所平定 他也兵败身亡 京口叛乱平定之后 刘裕以为帝位已经稳固 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玩起来 他常常夜里从城明门出去 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或者早晨出去 一直玩到晚上才回来 他令他的随从只长毛大棒 见到行人或家处 只要他心里不爽 就会叫随从们将其统统杀掉 如此一来 健康城里人人惊恐不安 商贩不敢经商 行人不敢出门 此外 他身边常常带着针 锣等工具 经常用这些来杀人为乐 他的左右侍从 做什么事情 只要稍不如他意 他就会对其施行 鸡脑 追因 抛心等刑法加以残杀 刘裕喜欢杀人 到了痴迷的程度 一天不杀人 就会手心发痒 刘裕认为他是皇帝 他想杀谁 就可以杀谁 谁也管不着 有一次 他闻到他一个进士 口中的蒜味 为了证明这个人吃过蒜 他就让人 把这个进士绑起来 然后用刀 抛开进士的腹部 看看他的肚子里 有没有打算 刘裕的残暴 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 其中阮电夫等人 就秘密谋划 废掉刘裕 不料 事情败露 刘裕 马上就把阮电夫等人 全部抓起来 然后全部杀死 不久 有人告发 杜又文 沈伯 孙超之 与软电夫是同谋 刘裕立即带上卫士 把这三家 不论大小老幼 全部抓起来 然后 再将每个人 都大谢八块 惨不忍睹 对于刘裕的暴行 太后王真凤 感到有备于一个皇帝的作为 就经常 以长辈的名义 去训诫刘裕 刘裕很是反感 于是 就找机会 也想把王太后杀了 公元477年的端午节 王太后送了一柄 玉毛扇 给了刘裕 刘裕非但不感恩 还抱怨扇子不华丽 于是 借此 叫太医煮毒药 准备毒杀王太后 随从见此 马上劝阻 最后 以如果太后死了 皇帝必须守孝 不能到宫外游玩的理由 才使她作罢 如果刘裕继续这样玩下去 不对一些权臣开刀的话 他可能还能在皇帝的座位上 多待些时候 但是 他这一次玩的对象 变成了将军萧道成 当萧察觉到危险的时候 他手中所握的兵权 是不会允许他坐以待毙的 最终 萧道成密谋杀了刘裕 这个混世小魔王 事后 萧道成以太后的名义下诏 隶属刘裕罪行 费刘裕为苍武王 费刘裕 费刘裕